好 主播可以看到建筑内走廊是搭起了一顶一顶帐篷 菲律宾地方当局目前已经撤离方圆6公里 一共有大约14000人到这些避难中心里面 主要是因为旅宋岛东南部艾尔拜神的这座麻雍火山正在蠢蠢欲动 可以看到这是11号晚上的画面 大量的容颜真的很明显 而且不断从火山口流出 画面看起来惊心动魄 那么根据艾尔拜神政府指出 他们早在8号那天就把火山警报 升高到五级警戒系统中的第三级 9号更是发布紧急状态 但方圆6公里内的居民还有大约一成为了生计还不愿离开 但当局认为火山喷发情况越来越猛烈 风险值会越来越大 因此最近计划要把居民的撤离时间延长到三个月 而且会继续严密关注可能被波及的更多地方 大约会有超过3.6万居民受到影响 那么麻雍火山是菲律宾最活跃的24座火山之一 1814年曾经喷发造成千人丧命 而且菲律宾以近期来说 1991年也有另外一座火山皮纳土布火山喷发 酿下800人死亡悲剧 因此菲律宾当局现在崩起神经 完全不敢大意 以上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